今天的主题是 星光OU数位账户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号 他们提出了蛮多不错的折扣跟优惠 那你们其实可以上去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星光OU数位账户 星光OU其实它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上线了 那时候很有趣 就是那时候我刚好在忙台北金融展要上台 就是做presentation跟我们的大户的长官 那那个时候很有趣 就是因为我要常常跑永峰那边要去跟他们讨论说 今天上台的相关的细节去做所谓的rehearsal 然后在期间的时候 永峰的长官就有讲说 我之前的同事现在刚好在星光OU 他们在就是最近有一个新产品上 他看到我宝可梦有第一时间分享 他们就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后来11月27号就是台北金融展时间到了 那个我们的这个大户的处长 他有特别带我到星光的摊位去看 就说我帮你介绍一下 就是说不定有机会你们可以合作 因为他们就觉得很感激宝可梦 就是有特别的就是特别发文做介绍 要让他们的东西能见度能够更打开这样子 但是这个产品从去年11月上线到现在 今年4月其实都不太长进 我觉得他们的产品设计都蛮复杂 所以我只有第一波开户的时候有介绍一下 但是后来其实没有写完整的文章介绍 但是现在时机到了 因为他们从2021年的第二季开始 他们提出了蛮多不错的折扣跟优惠 那你们其实可以上车的 你觉得还蛮棒的 因为他这次还有一些上车的活动这样子 那星光OU数位账户它有什么特点呢 今天来跟你聊聊 就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亮点是1.85%的 这个所谓的高利火除 那你如果有之前来参加过我的讲座 我其实都有针对数位账户如何存钱的这种 游牧民族存钱法都有举过这个范例 那包括星光OU数位账户我也做过解释了 只是说你没有来听讲座你可能不知道 那你看了我的文章你又看不懂的 请你要来听这一集节目 因为我现在就要跟你讲解 这个1.85%的话呢 它是蛮麻烦的 就是说你开户完之后不是就直接拿得到了 而是你要有绑定这个所谓的行动支付的账户 比如说接口或者是Line Pay Money 那么你把你的钱呢 透过接口把钱吸出来 你账上有20万对不对 然后你透过接口支付把钱呢 比如说从星光OU数位账户提领出来 然后呢 你提领多少就是你当月可以高利活储的最高的额度 所以呢他的玩法是有点复杂 那当然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你要像台新的Richard一样 就是从其他银行户头 ACH把钱吸回来星光OU数位账户2万 才符合资格 所以呢你要符合的这个条件还蛮多的 所以我个人观察完他一整套的游戏规则之后 我的解法最简单 就是说你还是要去设定一下ACH 就是从其他银行每个月 不管是几号 然后只要从其他银行铺头把2万块提进来 OU数位账户就完成了其中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你的账户最好是放20万以上 然后呢 透过这个接口或者是Line Pay Money 把钱通通都吸出去 那你每个月至少要吸20万出去 那你才能够符合 他当月最高的存款利率的上限为20万 所以你账上最好是放40万 20万吸出去还有20万在里面吧 那这20万就可以拿到最高1.85%的利息 那你听得懂吗 我希望你听得懂啦 因为没有很难啊 就是你要完成这两个任务就好了 那很多人都一直在那边写字问我说 哎呦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都看不懂看不懂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话 请你回去再看一下信用卡的活动规章 他有解释一遍了 然后我理解的部分我也跟你讲了 那你还是再看不懂的话 请你再看两遍三遍好吗 毕竟我不是星光银行专属的客服 他又没有找我合作写业配 所以呢 我已经把最简单的方式跟你讲 你只要照做就一定拿得到回馈了 想不透的话呢 再度看几遍 所以这是他最高的1.85%的这个 所谓的活除利率 那另外一个他有一个额外的 这个刷卡加码10%的回馈 我个人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呢 他有针对这个 大家喜欢的通路有做额外的加码 比如说 Momo 然后呢 Uber Eats 还有Famipay的部分 还有这个Foodpanda 都有额外的10%折扣 不包含这个 原始的信用卡回馈 所以你想想看哦 他有一张卡片之前 也曾经在 李了才知道的节目的 最后一集跟大家讲 2021年的行动支付神卡 我说是星光环宇现金回馈卡 怎么说 他是一般 只要这个所谓的绑定 Apple Pay啊 Google Pay有3% 现金回馈嘛 但是他如果绑在Famipay上面 有最高10%现金回馈 所以呢 你把它再加走这个活动上去 就最高就是20%回馈 我们都知道 全家的Famipay 我们好像没有做过一集 Famipay介绍 应该可以说一集来讲一下 因为Famipay其实也是很好用的 只要是消费缴税 刷得过就有了 你在小七就是使用橘子支付 上一集内容讲到的 刷得过就可以缴 那Famipay也是一样 只要在柜台 这个账单过去 刷得过一样可以缴 一样拿得到回馈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只要刷得过就拿得到回馈 这个星光其实还蛮大方的 等于是说你缴费最高20%回馈 就是1000块以内的话 可以拿到这张卡片 每个月的100块的回馈上限 那另外的100的话呢 就是数位账户 直接给你加码的 但是他数位账户的加码是说 每个月最高上限可以拿300 也就是说你刷3000可以拿300 那这两个一累加下去 是不是就是说 你只要消费3000块 可以拿到400块的回馈 300加100就是400 所以呢 这是我个人认为很厉害的 那我们都知道嘛 其实 众所税即将开放 就是大家来做缴纳了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因为之前新智有年的就是所谓的 众所税可以拆单的部分 什么是拆单呢 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你如果你今年要缴的众所税 是2万好了 去年的话呢 是2万块就必须拆单 所以你的众所税如果缴3万好了 那你就必须要拆成2万跟1万 所以那个拆单的方式 是方便消费者在超商做缴纳 所以呢 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滥用 就是只要你的账单 有超过这个金额的话 你再来进行拆单就好了 那比较聪明的人可能会说 我这一次的众所税 我要缴1万块钱 我可不可以拆成300030004000 那这样就可以拿来结任务了 所以呢 你众所税 你可以想一下你去年缴了多少钱 那今年大概差不多 因为今年的众所税的急剧 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然后那个免税扣除了 也都是差不多跟去年一样 所以呢 你去年年收多少 今年应该差不多 小资上班族大概就这样子 那以5000块为例的话呢 你就可以拆成3000跟2000 那3000块呢 就可以直接在全家 那你这个缴费单给他之后 他扫一扫 你就说 我想要用Famipay缴费看看 你帮我确认一下 叫他先不要盖章 都不要盖章 盖章下去你就一定要付钱了 那你给他扫扫看Famipay Famipay里面已经有绑定了 星光还与现金回馈卡 只要B刷得过 有出那个所谓的缴费单据的话呢 他帮你卡在一起 那就代表你就拿得到回馈了 所以呢 这部分的话呢 你们只要稍微看一下条款 然后看一下人家怎么操作 去年拿到回馈的今年应该也可以 所以呢 缴费缴3000块拿400元 最高13%回馈 就是这样子来的 自己可以确认一下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现在开户有什么优惠呢 其实还不错 官方的话呢 新开户给你188元的现金 很多耶 比如说你在4月开户的话 4月6月底之前会给你 那你如果是跟团的话呢 你可以在6月底之前呢 来回报 然后拿到188元入账之后 就可以来回报 就可以参与本团的活动 这个是蛮有趣的 那他额外还有给你 Uber Eats的200元的 这个新户抵用券啊 然后还有这个 所谓星光他们自己乐活 往相关的一些 所谓的活动抵用券 然后还有所谓的 肯德基优惠券 披萨的优惠券啊 然后Foodpanda的这个新户优惠嘛 其实给的东西都还不少 所以呢 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上官网看一下说 我现在开OU数位账户 可以拿到什么游会 那就尽量都把它用完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 其实新光OU数位账户 他们最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包括就是 你如果拿这个OU数位账户 来搭配NinePayMoney 这个所谓的 把钱从新光OU吸过来 放到NinePayMoney里面 来进行缴费的部分 也是有回馈 包括最近4月份 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牌照税的部分 也跟大家讲过嘛 就是牌照税 如果你是早鸟的话 最高可以拿550 但是现在早鸟的150 拿掉之后最高还是可以拿400 你也可以搭配这个新光OU数位账户 你可以拿到这个NinePayMoney的2% 回馈最高200 再加上OU数位账户 给你的最高200 就是200加200就是400 这也是很好拿来解任务的部分 回馈率也不差 那再来的话 就是如果你拿新光OU数位账户来搅 大台北的瓦斯费的部分 他也会给你100块的回馈金 甚至接口支付来连结新光OU数位账户 那么你在麦当劳消费的话 也可以拿到额外的加码回馈 甚至最高是15%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部分 那新光OU数位账户除了所谓的储蓄 然后还有这所谓的消费给回馈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撇步要跟你讲 就是你可以在额外开立一个 新光OU数位证券户 这个数位证券户呢 跟数位账户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说数位证券户能够拿来 连通这个所谓的新光证券 或者是所谓的原付证券 这两个话都是他们合作的这个券商 那我推荐新光证券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市场最低价28折 所以呢你只要去做股票买卖 透过新光证券 还有新光OU数位账户 那么你可以拿到的 基本上就是市场成本最低的这个部分 非常的不错 那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上车的话呢 本团也有提供额外的回馈 因为它现在的活动就是说 你就一个人他就给你100 那最高就是给你1000块钱 那我的玩法就是说 如果本团有50个人上车 我就卷500 有100个人上车我就卷1000 那我等于是我赚的全部都给你了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揪团活动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五个月里面 揪最多人的那一个人 他就有20次的抽奖机会 那第二多的就是19次抽奖机会 抽什么 抽60万现金 这60万现金呢 到时候20%的机会 中奖税扣除之后呢 就是全团评分 所以呢 本团目前应该有 至少有两三百人上车 所以你现在上车的话呢 包重无疑 这个是几率很高的问题 没办法因为本团就是影响力最大 所以呢 我愿意把这个钱让出来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你是新户的部分 你也非常欢迎你上车 因为这个OU数位账户 现在算起来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好康跟优惠都出来了 包括就是有跟团啊 有纠团的活动 那你也可以就是尝试着上车 然后一起来享受一下就是 全团中奖 全团评分奖金的这个快感 然后这是蛮有趣的 但是呢没有中奖也没差 因为你至少拿到一百八十八块的开户金了嘛 所以呢这就是大家就是很放开心一下 那有好东西就是 秉除着好产品跟大家分享的心得 然后就是写了文章 然后也录了podcast跟你分享 那也希望你就是听了这集节目之后 能够比较理解这个产品 也一起来使用它 让你自己的本金 能够透过这些数位账户 就是钱滚钱利滚利 越滚越大赚越多钱 好吗 好我是宝可梦我们就一起努力 迈向财务自由吧 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